有电影不幸欢 我是欢歌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少女获得一把万能钥匙 打开了不该打开的门 惹了大祸的故事 非常的精彩 讲一把万能钥匙的小伙伴们 记得要看完 后来有一个外国少女 她的名字叫大金毛 大金毛的工作是一个护士 由于讨厌医院的冷酷无情 直接辞了职 在报纸上找了一份保姆的工作 她要照顾一位瘫痪在床的老头白毛叔 这天大金毛来到了白毛叔家里 刚进屋大金毛就感觉这个房子非常的诡异 白毛叔的老婆白毛婶也非常的奇怪 经过给自己介绍工作的二杆子比较正常 只是人比较猥琐 经过一阵讨价还价 大金毛接受了这份工作 收拾了自己的行李 还和闺蜜好心结到了别 就搬到了白毛叔家里 这时候大金毛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在白毛叔家里 整个房子里面没有一面镜子 白毛婶就说了 自己不喜欢家里有镜子 白毛婶还给大金毛了一把万能钥匙 能打开房子里所有的门 还提醒大金毛千万别打开阁楼里的小门 这让大金毛非常的好奇 一转眼到了晚上 外面是电闪雷鸣 一阵火花在闪电 要说大金毛那是非常的负责任 要去照看一下白毛叔 不要白毛叔爬到了房顶上 这一下大金毛可炸了锅叫醒了白毛婶 把白毛叔给拉进了屋子里 不过大金毛发现了一个写着救命的床单 大金毛感觉这个房子肯定不一般 由于他好奇 大金毛偷偷打开了阁楼里的小门 他发现了很多老照片 里面有两个黑人仆人和两个小孩啥的 其他大金毛还发现了一本有关巫术的书 还有一张写着巫术的唱片 这下引起了大金毛的好奇心 拿着唱片就来到了闺蜜好心姐家里 大金毛对好心姐就说了 估计我遇上怪事了 会不会有鬼啥的 好心姐那是个无神论者 直接就说了 只要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 那么就有鬼 如果你不相信啥都不好使 大金毛一听也是非常的有道理 立刻就回了白毛叔家里 还在房子上挂了一面镜子 这下白毛婶怒火攻了心 开始对着大金毛发火 大金毛也是不怂 大事给我说清楚不然我就报警 白毛婶立刻认了怂 开始讲这栋老房子的故事 原来啊在90年前 这栋房子里住着一个银行家黑心哥 黑心哥有两个孩子 还有两个黑人奴隶 巧克力和咖啡豆当仆人 这两个人可不得了 那是著名的巫师 这天黑心哥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宴 但是有人发现 巧克力和咖啡豆正在交两个小孩巫术 这下可忍怒了黑心哥 当场带着人吊死了两人 他把尸体给烧了 从那以后 这栋房子就经常有怪事发生 镜子里面有时候还能看到咖啡豆和巧克力 大金毛一听 感觉白毛叔肯定是被鬼魂傻的缠上了 要说大金毛那是非常的善良 找到了一位大巫师 大巫师给他准备了一大堆的去谋物品 有花椒大料想回下啥的 大金毛带着这些东西 他都来到了白毛叔的房间里 把花椒大料啥的放进了一个水盆里 还点着了蜡烛 滴了几滴香油 急着大金毛用加了花椒大料的水 对着白毛叔就是一阵乱戳 果然白毛叔会说话了 不过白毛叔一直在说 让大金毛带着自己逃跑 还说要小心白毛婶啥的 这让大金毛更加迷惑了 有时候大金毛带着二杆子 又找到了上一阵保姆 这个保姆就说了 让大金毛赶快离开那栋房子 大金毛他一点都不害怕 最后二杆子还带着大金毛 找到了另外一个巫师 这个巫师就说了 让大金毛一定要小心 这时候大金毛决定要救出白毛叔 不过二杆子当场就认了怂 不愿意帮大金毛 那转眼到了晚上 大金毛在吃饭的时候 给白毛婶下了药 把他给迷晕了 紧接着大金毛带着白毛叔 就上了自己的车 踩到油门就想跑 不过大门被锁了 这下可整个大金毛 一阵乱嘴下来 就把车给弄报废了 而此时白毛婶也醒了过来 拿着枪要杀大金毛 无奈之下 大金毛只能把白毛叔 藏在了仓库里 自己跑到了二杆子家里 大金毛对二杆子就说了 白毛婶这个人很不正常 花刚说完 大金毛就发现 二杆子一直在跟踪自己 还拍了一大堆的照片 这时候大金毛才发现 二杆子和白毛婶是一伙的 但是已经晚了 二杆子出现 把大金毛给打晕了 等大金毛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来到了 白毛叔的老房子里 要说大金毛的战斗力 那是非常的强 趁白毛婶找白毛叔的时候 萨丫子又跑上了楼 二杆子那也是笨道不行 怎么抓都抓不住大金毛 一阵逃跑之后 大金毛在白毛婶房子里 发现了一张巨鞋的法阵图 这可乐坏了大金毛 萨丫子又跑到了阁楼中 开始布置法阵 只见大金毛拿出了 荒个牌石灰啥的 一阵操作法阵就弄好的 这时候白毛婶也赶了过来 大金毛就说了 我有法阵保护 谁都动不了我 不料白毛婶 那是非常的开心 实际说这个法阵 就是传说中的 遗形幻魂大阵 专门来交换灵魂的 这下大金毛瞬间闪了眼 原来啊 眼前的白毛婶和尔噶子 这次因为年龄大了 两人需要找年轻的身体 转移自己的灵魂 二杆子算一个 大金毛是另一个 紧急着白毛婶拿着一面镜子 一阵咒语之后 成功和大金毛互换了身体 从此巧克力和咖啡豆 用二杆子和大金毛的身体 过上了无法描述的 快乐生活圈中 看完这部电影 荒哥不得不说 如果你学会了 交换灵魂的方法 你会干啥呢 在评论区告诉荒哥 你的想法 要是荒哥的话 就把那些偷狗贼的灵魂 换到狗身上 好的 今天电影到结束了 如果你好 电影可以在评论区告诉荒哥 荒哥会第一时间为止结束 记得关注荒哥的头条号 我们下次见